全油管最快新闻,习近平主席就当前巴以局势发表了多次讲话,强调应立即停火止战,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,防止冲突扩大,促进巴以和平。 根据联合国宪章,中方提出了以下建议,全面停火,保护平民,确保人道主义救援,加大外交斡旋,寻求政治解决。 习主席呼吁各方遵守决议,停止暴力袭击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,并避免强行迁移巴勒斯坦平民。 安理会应回应国际社会呼声,推动冲突降级,实现局势降温。 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,恢复巴勒斯坦的合法权利,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。 安理会应推动重启两国方案,尽快召开国际和平会议,制定实现方案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。 巴以未来的任何安排都应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和自主选择。 习近平主席关注巴以冲突并就局势发表讲话,显示了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积极作用。 中方提出了一系列建议,呼吁各方停火保护平民,保障人道主义救援,加大外交斡旋,推动政治解决。 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冲突紧张度,促进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。 中国在提出建议时强调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和自主选择,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平等和公正原则。 希望各方能共同努力,推动巴以冲突的解决,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